我叫唐靖,她叫崔旭 今天是我寻找崔旭的第一千五百零一天 这些日子,我是一天一天地掰着手指头数过来的 我曾发誓,即使挖第三尺,也要找到她 崔旭不爱我了吗?不,她非常爱我 故事得追溯到比较久远的2005年了 那一年,我和崔旭都是初一的学生 我之所以认识崔旭,是因为我的发小和她打了一架 我去劝架时冲着崔旭吼 你一个大男生和小女孩叫什么劲,还有没有点风度 崔旭被我震住,她处在那半天,才冒出来一句 是她先欺负我的,表情里带着几分莫名的委屈 其实我知道她没撒谎,我的发小是那种特别野的女孩子 打架对她来说是家长便饭 因为听说崔旭是学跆拳道的,她就忍不住去挑衅了 就是这么一挑衅,我和崔旭的人生,哗啦一下,有了交集 崔旭一米八,皮肤有点黑 除此之外,还聪明地要命 她是老师和同学眼里的优等生 而那时的我,长得白白胖胖,成绩一般 除了可爱,也就只剩可爱了 好像是从打架事件后,一到课间 崔旭就跑来我们教室欺负我 揪我的辫子,霸占我的座位 在我的课本上写她的名字 甚至有次,她在文具盒里放了一条小肉虫 我直接吓哭了,趴在桌上哭得很伤心 崔旭被我吓到,她一边递纸巾一边道歉 说,别哭了别哭了,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换你来欺负我,行不行 那天之后,崔旭倒是温顺了不少 不过还是经常跑来,没话找话 时间一长,就有留言说我俩早恋,我百口难辩 同桌说,你真的不喜欢她吗?她长得帅,成绩又好 我很确定地说,真的不喜欢啊 其实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年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所以,当同桌拿出一个粉红色信封 让我帮忙递情书时,我欣然答应 我心里想的是,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传我俩的谣言啊 可是,当我把信交给崔旭时 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地消失,阴得像是要下雨 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对着我低吼 唐靖同学,你脑子是缺根筋吗? 当时已经临近中考,我因为升学压力大 火气蹭着一下就上来了,和她大吵一架 我跑回教室,对同桌说 崔旭就是个神经病,你别喜欢她了 可我没想到,崔旭也跟着进了教室 她清了清嗓子,指着我说 请大家来作证,我喜欢这个笨蛋很久了 四周都是起哄声,我懵在那,大脑一片空白 那么优秀的她,竟然喜欢这么普通的我 同桌说,哎,撒狗粮也请注意下我的心理阴影 然后她又画风一转,说,算了,还是祝福你们吧 大家都被逗笑了,我在这样的画面里,总算情逗初开 也许那个被称为青春的年代里,男生喜欢女生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欺负你,其实是我喜欢你,我和崔旭就这样在一起 中考成绩出来,崔旭理所当然去了重点高中 而我的成绩只能去普通高中 两所学校离得不远,周末,崔旭经常跑来找我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学习 有次聊天时,我才知道,崔旭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她一直和她妈相依为命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于是拍着胸脯,说 没事,我爸很好,以后我爸就是你爸 这话说出口,才发现崔旭一脸不怀好意地对着我笑 那一年,我们16岁,心里想的是一生一世 高中三年,人人都知道我有个学霸男朋友 高考后,这段感情更是人尽皆知 因为崔旭考了700多分,明明可以去复旦 却为了我留在山东,我的成绩只能去资博上个专科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崔旭已经拿到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大家都很惋惜,可崔旭说,离你近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我感动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个男生,他那样浓烈地爱着我,我不够优秀 但在他眼里,我是瑰宝 2013年情人节,崔旭在微信上问我准备怎么安排 我回他,上课,吃饭,睡觉呗,反正男朋友不在身边 那天吃完晚饭,我回宿舍给他打电话 结果打了几个都无人接听 正声闷气时,隐约听到楼下有人在弹吉他 我趴到窗前看热闹,但因为天黑了,听不清也看不清 于是在QQ上给崔旭留言,你看人家多浪漫 这时室友回来,说,你怎么这么淡定,没看你男朋友在楼下给你唱歌呀 我懵了,江信江仪的下楼,眼前的画面,大抵是每个姑娘都想要的浪漫吧 崔旭抱着一把破吉他,坐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 脚边放着一束花,低头弹唱许诺的那首《爱比永远多一天》 他抬头看到我时,笑着说,丫头你再不下来,我的嗓子就要哑了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此生无憾 这个男生,他是哪整个青春在爱我吧 有一次,我和崔旭约好在各自城市的同一时间 去电影院看同一部电影 为了给他惊喜,我提前买好了去青岛的车票 在他常去的那家影院等他 结果左等右等也没看到他,电影快要开始时 我接到崔旭的电话,那头是他兴奋的声音 他说,丫头,你猜我在哪 所以我们上演了麦琪的礼物 那天,我在青岛,他在资博,看了同一部电影 回忆到这里时,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2013年之后的四五年,其实挺难的 崔旭他妈不喜欢我,我第一次去他家 他妈当着崔旭的面,说我学历不够高 长相和身材也不够好,根本配不上崔旭 我无力反驳,因为他妈说的都是事实 那天的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崔旭并没有追出来,我以为我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 可半夜的时候,崔旭突然来了我家 原来他没有追出来,是因为被他妈拦住 还摔坏了手机,趁他妈睡着后 他怕窗户溜了出来 我爸妈得知,我在崔旭家受了委屈时 很生气,但那天见过崔旭后 我爸说的是,你要真的喜欢他 就再努力一把,至少以后不后悔 那时我已经开始实习 我在父母的鼓励下,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自考本科 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加上崔旭他妈给的压力 我一年里受了三十斤 我也变成了停停欲立的姑娘 崔旭很心疼,她抱着我悄悄流泪 她说,对不起丫头,是我没处理好 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说服我妈 我知道崔旭一直在努力 可她是变了所有的方法 绝食,跪下来求她妈,都无济于事 当初为了我,崔旭没去上海 已经让崔妈妈很生气 现在她一心只想让崔旭出国留学 崔旭再也不敢违背妈妈的心愿 是2015年,崔旭拿到墨尔本的offer 远赴澳大利亚求学 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临走前,崔旭说丫头等着我 等我毕业,我们就结婚 一国恋,挺难的 加上崔旭她妈一再阻拦 那种看不到头的绝望 让我们开始频繁吵架说分手 有次说到分手时 崔旭的声音里有了哭腔 她说,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把你的名字写进我家户口本 能做崔太太的人只能是你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 我在她的笃定里 一点点地提升自己 拿到本科毕业证的2017年 我的事业也上了一个台阶 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只为了配得上那么好的崔旭 也是在这一年 崔妈妈遇到合适的人 决定改嫁 崔旭从澳洲赶回来 抱着我说 以后我再也没有家了 但我不能阻止她 我想要她幸福 崔旭一直是个孝顺的儿子 从未忤逆过她的母亲 除了我们之间的事 崔妈妈改嫁后 可能是爱的力量吧 她的性格柔和了一些 慢慢对我和崔旭的事 也就妥协了 她点头同意那天 我和崔旭喜极而泣 抱头痛哭 年底的时候 我生日 崔旭回国 说要送我一份生日礼物 她在我们几年下面的县城 亲近所有 买了一套二手的小居室 房本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说她傻 她说 我想先让你有个家 以后再挣大钱了 再给你买大房子 其实崔旭不知道 有没有房子 房子有多大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她在 一年后 崔旭顺利毕业 我不想离父母太远 崔旭就把工作地点定在济南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意外来得太突然 那是2019年农历八月 原本说好等我完成手头的项目 就辞职去济南 崔旭已经在济南租好房子 等我和她团聚 中秋节 崔旭赶回来陪我 而中秋节的第二天 是崔旭的生日 那天晚上 我的生日礼物还没来得及拿出来 崔旭却突然走到我面前 下跪掏出戒指 说丫头 我最想要的生日礼物 就是你说我愿意 我愣在那 然后取笑她 你是不是练习过呀 看起来熟门熟路 她握着我的手说 你看 手心里都是汗 你赶紧答应我 那天晚上 我们交付了彼此 是的 我们恋爱十几年 从未跨过最后那道防线 这个男人 他发乎情指呼礼 因为爱我 所以一直尊重我 我们约好 元旦那天去领结婚证 可我等来的 却是一个噩耗 崔旭在回程途中 发生严重车祸 车子当场报废 左腿挤压变形 右腿被截肢 他在ICU昏迷了一个星期 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伤到腰部和视听神经 也就是说 他以后可能都没办法再站起来 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我的世界坍塌了 可当我面对崔旭时 我一直笑着跟他说 没什么大不了 有我在呢 尽管他听不到 我不能让崔旭看出我的难过 他听不见 我就用手机打字给他看 他情绪低落 我就给他一个字一个字的 写我们以前的去世 我没日没夜地陪在医院 崔妈妈看得落泪 我爸妈知道后 出于本能地 忧虑我们的未来 可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 这些年 崔旭对我有多好 所以也舍不得多说什么 只让我多陪陪他 而崔旭 并没有给我陪他的机会 临近春节时 崔旭外伤已经基本恢复 佩戴助听器也基本能听到声音 有天 他突然对我说 丫头 你回家 去拿下户口本呗 记得打扮得漂亮点哦 我和护士请了假 我们去领证好吗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元旦前 我提过很多次 要和他如期去领证 全都被他拒绝了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 真的吗 他回我 当然啊 傻瓜 我激动地跳了起来 赶紧从医院回家拿户口本 我信他是因为我的崔旭从来没有骗过我 可是很遗憾 这一次 他骗了我 等我拿着户口本赶回医院时 却被告知 崔旭办了出院手续 不论是他 还是他妈的手机 都关了机 他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上说 丫头 对不起 不要来找我了 丫头 你要幸福 丫头 很抱歉 最终没能让你成为崔太太 这个笨蛋 没有他 我要怎么幸福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上 哭得不能自已 我几乎是一夜白了头 我开始发了疯的找崔旭 无法想象 没有崔旭的余生 我要怎么过 我必须找到他 我爸看得心疼 他说 你真要放不下 就去找吧 爸妈永远在家等你 可是崔旭和他妈妈 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找到崔旭家 从邻居那打听到 他继父家的地址 去了很多次 都没见到人 后来好不容易见到了 那个看起来很善良的老人 对我说 别找了 他不会见你的 再后来 可能是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现 他有些于心不忍 只说回了绍兴外婆家 具体地址他也不清楚 我立马办了离职 去了绍兴 可我在那座城市找了小半年 还是没能找到他 我去了绍兴所有的康复中心 一家家打听 就是没有催俱 朋友猜测 可能是去了大城市 接受康复治疗 于是我去了上海 北京 广州 很遗憾 还是一无所获 有次在上海一家康复中心 我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背影 和催俱很像 他上了出租车 我跟他后面追 那辆车终于停了下来 而我看到的 却是一张陌生的脸 我坐在地上 哭得像傻子 大概在外人眼里 我就是个神经病 没人知道 这个神经病 有多想找到他的催俱 我甚至还去派出所报了案 可对方只做了记录 因为我还不是催俱的妻子 我们是非亲属关系 没法立案 还有一次 我在网上看到说 可以通过微信和QQ的登陆地点 定位具体位置 结果被骗了2000块钱后 就没了消息 我的崔先生 就这样消失在我的人生里 杳无音信 2021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因为买不到口罩 我发了条朋友圈 可没过几天 我竟然收到快递送来的 50个口罩 上面没有具体地址 但发货地是绍兴 我的直觉告诉我 记口罩的人是崔旭 所以我再一次来到绍兴 绍兴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可是找一个人的时候 却这样的难 我开始打持久战 我在绍兴找了工作 我的闺蜜说 我和崔旭这些年能在一起 其实都是崔旭挣来的 是她一直没有放开我的手 是她一直拽着我 说我是她的崔太太 所以这一次 换我来挣我们的未来 今天是2024年7月11日 这是我找崔旭的第一千五百零一天 日子是我掰着手指头 一天一天数过来的 我说过的 挖地三尺 我也要找到她 我会和她死磕到底 如果你见过崔旭 请帮忙告诉她 唐靖在等她 她这辈子只做她的崔太太 我会和她的崔太太